大家好,一定是第一次上來 這三八八,應該大家都認識 有看我的影片 今天下午五點半都有新片出 Vilson開箱 拍攝綠色開箱的過程 下午五點半,到時候可以看看 這次大家上來應該都想聽下《季風》 這個都是主角 我覺得這部333,這期都好像很熱 剛剛那次代理說借了喇叭上來 不如說,我在自己地方再舉辦一次試聽會 因為我在這裡基本上舉辦過一兩次 因為要舉辦一次,其實都會收拾很多東西 我今天播了不同的音樂 有些人聲,剛才那個是串流 接著我會播放CD,最後會播放黑膠 每樣都可以聽一下 大家有沒有用過《季風》的機器? 有,也有朋友 我開頭是Kalisco 2200,現在是300 這個都用開… 我是小波羅 小波羅,即是120 更加有興趣來聽一下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這張CD 這張是馬來西亞組合 EB Direct 最近有一張新的碟 其實以往這隊組合通常都是唱英文歌 這次就唱一些國語的歌 大家會比較熟 還有它是一個很簡單的組合 吉他,加上把女聲 兩個演奏 接著我播了一首第四首《不變》 原本是王菲的 這次他重新演繹了 我覺得雖然很簡單 應該是兩個吉他左右,加上把人聲 但我覺得它的錄音很真 沒有什麼攪拌過的感覺 所以播給大家聽,看看感覺如何 先來一個熱身,簡單一點 剛才坐在黃低位,你覺得聲音怎樣 我只是覺得在面前這樣 我自己在家裡覺得它會很低 很低 很低 但這個就是他們不中間 如果低,可能有機會將喇叭 Toe-in-store 或放上一點 就會高一點 小試一下可以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人聲高矮,如果高一點 覺得也好聽一點 我剛才不是說 這次設置這套機都有點難 為甚麼呢? 我發現這對喇叭的能量感很強 我最初特別是高音 很高音 這個高音 是Berylium的高音 1.34吋 通常1吋而已 1.34吋 是很大的高音 我發覺能量很大 最初設置來設置都覺得 很搶耳的感覺 所以這個都花了一段時間去設置 待會再跟大家說 再聽多一首歌 接著我放了一首 這是一間意大利唱片公司 我相信也有聽過這間唱片公司 40周年 出了一隻碟 將以往錄的那些爵士 重新出出來 我聽過 我發覺這首歌 一向都很漂亮 這次還要用UHQ的CD細色去製作 我選了一首 Moon River 有一個Sexy風吹奏 試試看看高音是否可以 好嗎? 好厲害 對 好看 太好了 太好了 entreprises 這些位置高了 對 是 低彈一點 是 是 是 Bassy 那些 我覺得黑色很少 OK 都滿意 接著就選了一隻 玉智浩爾演唱會的碟 之前我也有跟Elly說過這張碟 她說這張港版比日版更好 她也有給我聽過 我發覺是出奇的 通常日版會比較清晰 反而這張不知為何清晰度很高 也挺好聽 而且她裡面的音樂 坦白說我自己聽 因為她的歌不是很熟 不是安全地帶大家很熟的歌 但我覺得聽下去就挺好聽 今天選了一隻Merody 差不多到最後一段 那首歌原來李克勤也有改編過做廣東話版 啊 君がいた この街に今もなんだ 那說一下為何會難設定這個喇叭 首先我都知道這個喇叭不需要那麼大拖音 因為它的高音能力很強 那天按照正常地按照正常地按照 按照正常地按照 發覺高音一按照 那些歌 總之開大聲一點 嘩 高音很厲害 好像有些插耳的感覺 又移位 搞來搞去換線 換一些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多高音的線 其實這些是一個錯 一個錯 找一些沒有那麼多高音的線 來遷就一個喇叭 我都知道不對 後面還有三個按鈕 一個按鈕 那是左從不同的 uh in 角度的按鈕 如果按照正常地按鈕 我覺得這個按鈕 他還是要按鈕 我又試一下在這個位置照片二、一 全部都弄不到 亦都試一下再玩回頭 Toe in 更多一點 更壞 原來這個位置是可以把這個蓋子拆掉 放在後面的 其中一個設計就是 如果這個喇叭放厚一點 變成你可以封在後面 因為那個低音不會那麼厲害 其實它的設計是這樣的 連這個都試了 放在它 試前又試後 都是那個很強 最後坐在這裏想到沒有東西想 再看回毛尼克音響展 因為我記得毛尼克音響展 上一年不是今年 上一年他就用這部333 推這個喇叭 以及用一個黑膠盤 很簡單的組合 真的很簡單 如果以音響展這樣的環境 我覺得他那次很好聲 我還有印象很好聲 再看回我之前拍的影片 看到他的腳其實這個東西 扭開了是一個尖釘 我以為這個也是運輸的 所以就拆掉了 最後發覺安裝下去 一安裝下去都還沒有擺位 對啦 之後再去fine tune 移回那些 移回那些角度 那些水平 拆掉了 可能能量太厲害 太鎮定了 頂不住了 所以最後發覺安裝下去 就覺得 唉 是回來了 然後又播一首歌 原來是一個動畫的音樂 其實是我的拍檔Elly介紹的 是一個動畫音樂 原來製作也很認真的 他說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聽 所以我一定要播給大家聽 真的有鼓勵樂團 你別以為是漫畫或動畫 去改編一個電視劇話電影 原來音樂背後都做了很多功夫 這個是講一些中世紀的音樂 裏面的作曲 全都做的都是很認真的事 我一會兒選了一首 都叫做爆得下的 大家聽一聽好不好 其實誰是用合併機的 都有用合併機的 所以都來了解一下 我覺得這部應該 如果說力水 都應該不用擔心 而且其實都不是很熱 而且現在這個始終是AB類 不是A類 如果以前那些貴風A類 說你走過去 有一陣味湧上來 我經常覺得那些很害怕 就是這麼熱 現在的AB類 就變得熱力沒有那麼大 而且我覺得 A類 AB類 可能真的有些朋友 有些人會喜歡A類 但我覺得這個AB類 亦都有速度感 剛才那一首歌 其實不單是爆 那個速度也很敲機 我覺得它播放的速度也相當好 其實這對喇叭 如果是廠方 就覺得這樣配合是OK的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甚至是一個 再難推一些喇叭 我相信這部機 都應該不會太大問題 所以如果力水方面 我反而不難以 我反而覺得那個幼細度 看看會不會是怎樣 這次我試過 告訴大家聽過 我都覺得 特別是那個幼細高音 租中那些幼細度 我覺得改善得最明顯 力就一向都是這麼厲害 其實都不用擔心 但高音的力量 比300 對 比300 那個程度會大很多 尤其是那個高音的幼細感 所以接著我又播了一首 就是考一個高音方面 即中高方面 那這是什麼呢 張國榮 Margaret Zhang 其實這個歌手 他之前是唱一些音樂的演出 所以他聲音本身 都可以很多變化 這次他出了一首叫Directions 的碟 之前也有介紹過 我覺得他錄得很好 和唱得很好 這次我選了一首 叫做繼續吸十五歲的自己 我都覺得唱得挺有感情 雖然很簡單 只是一個鋼琴加一把鋁聲 但反而還考對於鋼琴的寧靜度 還有考一下他播一些很小的東西 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那我就播一播給大家聽一聽 知道嗎 我總是惦記 十五歲 不快樂的你 我多想 把哭泣的你 露進我懷裡 不確定自己的形狀 可以嗎 這個120的用家 哈哈哈哈 是啊 能量感真的很強 很強 接著就播放黑膠 好嗎 有沒有人有玩黑膠 也有人有玩黑膠 那就播放黑膠 這個是來自瑞士的錄音室 它基本上是用一個直接現場的錄音方式去錄下 還有觀眾像今天這樣 不過他有多些人 我們坐不得多了 一個很簡單的 即是有些觀眾現場氣氛的錄音 它是上一年出了一個2022的 我也覺得挺好聽 今年出這個2023 我覺得2023的歌曲更加容易聽 即是更加會好 即大家都要熟悉的歌曲 我覺得這個也玩得挺好 我今天 其實它有三個樂團 即是有三個演奏 我今天選擇了第一個 有這個Double Bass Sexy Phone 有個琴 還有你見到Double Bass在前面 Sexy Phone在後面 待會可以看看會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其實這次這樣弄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給一下意見 如果這個地方都可以 真的不會有太小 我真的想嘗試一下 如果真的覺得OK 我會不時弄多些 講一下這個喇叭 原來這個座不是金屬 這塊板也不是金屬 原來這個座和這個 是用紙壓得很緊 來做的 當然是很緊 雖然是紙 但我相信這個也是有跳聲的作用 那天做一下功課 我看看原來不是金屬 那天搬又不過 覺得很硬 而且我心想 已經用到不是金屬 做on這個高音 如果用到金屬 就更緊 所以原來也有點考究 而且不要看這雙喇叭 不是很大 其實也挺厲害的 就是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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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吋 這個低音 真的沒有東西 但我 玩下去 都不可以少看它的效果 都是挺誇張 最好 最後就是播放這隻 Jernie Far One的 One Step 如果有玩黑膠 都知道 都不花時間說 總之就是 平時引一張碟 要三個步驟 現在一個步驟 讓聲音會比較直接 而且 Jernie Far One 這間公司 幫它推出的 其實它們 都推出得很有用心 不是只推出一張碟 裡面的包裝 相片都推出得很漂亮 有時候買黑膠也不是 怎麼說 玩黑膠 除了聽歌之外 也想看看這些 印刷 裡面的資料 這是一個享受 一邊看一邊看 一邊看 一邊看 這些都印得很漂亮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全部都是光面印刷 所以這些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覺得不單止聽歌 原來這些 看著又揭著都很好看 我再播放一首 再播放第一首 看看One Step的聲音是怎樣 而且 這支碟 如果你… 我試一下 拿出來看看 如果你照在光面 其實不是黑色的 有少少透光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有少少透光 這支碟是VER-98的物料 這個物料有什麼特別呢 就像以前的可樂膠一樣 類似 它的底座會比較靜 而且 膠本身 當你加熱的時候 流動性會比較好 變成更容易吃了 那些坑紋 出來的效果會更加 即是 將黑色紋吸收出來 更加效果會更好 所以會用這支膠 可以順便介紹一下 好 來吧 按一下 我們來看看 我們可以做一點 可以做一些 要做的事嗎 我們要做一個 要做什麼 可樂的能力 這些事嗎 要做的事嗎 我們可以做一些 大型的故事嗎 可以做一種